蒲韻嘉年華踏入第20階 今年活動日期延長至一連四日 等更多市民和遊客可以參與其中 今夜請到1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居澳蒲韻社群 在現場設置特色文化攤位、特色服飾、手工藝、地道美食和飲品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行得開心之餘,亦可以了解不同蒲韻系國家的文化 當然啦,叫得做嘉年華,當然不少得玩的部分 小朋友來到可以騎下馬仔,掛人體採繪 帶朋友亦可以一起玩手動足球比賽 蒲色傳統遊戲,無分角界,年紀、膚色,大家都玩成一片 場面真的很熱鬧、融合 而在這四日中,還有家務電台全天下放鬆蒲語國家音樂 在大舞台亦安排了很多表演 將嘉年華的氣氛延續到夜晚 表演者和觀眾都非常享受 何韻嘉年華,我們下年再見 當時,你喜歡還有家務電台 會金你們的姿勢 因為我們還沒說來